Hello大家好 以前我们有一个视频就是讲怎么样用韭菜根摘韭菜 那个视频大家很喜欢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是想介绍一下这个用韭菜种种韭菜的过程 这个要用韭菜种种韭菜呢 首先呢就是说你可以找一个盆 或者是你有地的话在地里都行 先把这个地要湿透 为什么要先湿透呢 湿透就是因为呢 就是因为这个韭菜种呢 所有的种子都颗粒很小 如果说那个土都是干燥的 然后中间有缝隙的话 你的那个种子就容易渗到底下去 所以说为了不让种子呢 粘到地底下从缝里边 那你最好就是先把这个土湿好 湿了湿透 然后呢再开始播种 那下面我们就把这个种子放上去 撒的时候呢 撒的多撒一点 撒的密一点 这个不要紧 因为韭菜苗它可以密密的长 等着衣韭菜的时候呢 就可以再把它们都分开 所以说呢 种韭菜种的时候 这一个盆里边可以撒很多韭菜种 让它们长得很密很密 然后呢撒完韭菜种以后呢 就把这个土再盖上一层土 然后呢再用水把它浇上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你要经常的保持这个盆里要是湿润的 你要看了干燥了以后你就要及时再浇水 这样的话种子才能尽快的发出芽来 这个韭菜苗种下去以后呢 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呢 已经长到这么大了 现在呢我就想把它移植到地里边去 我想看一下到底从这么小的韭菜苗出发 然后呢长成粗壮的韭菜 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我想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现在呢我把这些韭菜苗呢 都从这个盆里拔出来 正好我的韭菜 想应该也换该换换新的了 就把这些韭菜苗 因为我们讲过韭菜根不怕折腾 拔出来就行了 所以更新换代 你看韭菜根长得可真快 你看 这个才叫真正像头发生一样 这些韭菜呢 他们的韭菜根都发展得特别快 所以呢我把这个韭菜根稍微这样剪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个剪好的韭菜苗呢 我就就是这样四五个一种把它栽起来 现在呢我栽的时候呢栽的比较密 因为这么小 像过两天长大一大 我就可以再把它栽木一下 这样可以节约用地 因为这么小你搁的空间很大 它也都take time去长大 所以说现在我就可以弄得稍微的小一点 空间距离短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按照这个方法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你要栽的都栽上去就行了 这样呢我的这一片小韭菜苗就在这儿安家落户了 看看他们生长的过程怎么样 你看这些韭菜呢经过半年的生长都已经长得很粗壮了 而且长的你看绿绿的 这个时候呢你都就可以可以搁着吃了 而且你要经常的搁它 越搁它越长 搁完以后呢像我们以前的视频介绍的 搁完以后你就把它盖上一层阴阳 对有机土 然后呢浇上水 然后呢它就会长得很旺很快就能再掺出几茶来 所以说呢从种子发芽 然后呢到能吃韭菜大概五六个月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 所以说如果说你有耐心烦 从种子发芽也是挺好的 而且种子发芽发出来的这个韭菜它很绿 而且它会越长越旺 因为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生命力比较顽强 它是新一代 对新的 新一代 新一代 所以说它生命力很顽强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想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就是说如果说韭菜 你浇水是肥还是不长 因为过一段时间以后它的根部太发达了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把这些韭菜刨出来 重新移栽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这个东西呢千万不要每年都去做它 因为这个是不需要的 因为韭菜一般呢就是说你看出来以后呢它都又 cape好几年你只要每次割完以后给它盖上土 失伤肥浇好水它都会长得很旺 所以说不需要 它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好几年之内呢 它都是很旺盛很旺盛的 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把它刨出来移栽进行移栽 那么进行移栽的时候只是说你浇水施肥还是不长 那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是因为它根系太发达了 所以说你需要把它刨出来移栽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说呢这个尽管说呢这个栽韭菜 从韭菜种栽韭菜take time 但是也不是特别难 只要有你把它有耐心烦 也应该是五六个月也能吃到韭菜的 而且呢这些韭菜会越长越旺的 好希望呢我们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片小韭菜 韭菜地能够吃到自己种的韭菜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